大家好,我们继续分享圣经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五节 他们来到加百农 耶稣在屋里问门徒你们的路上议论的是什么 门徒不做事 因为他们的路上彼此争论谁会大 耶稣多要叫十二个门徒来 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 他必做众人 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 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 叫他站在门徒中间 又抱他起来 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 就是接待我 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 那是接待那差我来的 耶稣和自己的门徒啊 经过这个加利利到了加百农 加百农呢 说是圣城啊 那个地方的人啊 这个层次比较高 境界比较高啊 人们生活的其乐融融 比较融洽 那么到达目的地 住下来以后 耶稣就问门徒说 你们在路上议论什么呢 那么大的声音 要我喝肉了 门徒们不做事 为什么不做事呢 因为争论神最大 因为争论神最大这个问题呢 就是从目中从那儿来讲 难免就是有争执 有这个不好说出来的这些话吧 你比如说谁最大 哦 这个 莫西最大 哎 不对 莫西 那个伊赛亚最大 哎 不是 伊利亚最大 哎 也不是 啊 耶稣最大 我们的老师最大 那就 你讲述这些东西呢 怕老师生气嘛 因为他们信心不足嘛 小心 其实耶稣是无所谓 那耶稣问这个东西呢 实际上就是和我们聊天一样 你们在路上争论什么 他们不敢说 不做事 他这个话题呢 老师忌讳 这就是一小人之心 做君子之父 哎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耶稣能不知道吗 那断断断断的 那个 耶稣不知道 知道他们在争论 不知道他们争论的话题是什么 大家多多少少会听到一些 也可能争论又延续到别的地方 所以就在一个日常谈话 那么耶稣知道他们争论谁为大 哎 耶稣呢 要告诉大家 不要去争 父为 不争 是以 无忧 老子也都明白了 古今中外 古圣贤贤们 都明白这个道理 争什么 有什么好争的 哎 那就是无名了 尤其我们现在发展起来的 类似于法利塞人 那些文士们的 所谓的观点 不要输在七宝线上 要争 物竟天则 适者生存 要争 不争 就要挨打 就落后 嘿嘿 那不是不明白道理 被虎 只和滚滚风声 熏然的太深了 陷得很深 听起来很有道理 但是呢 那都属于诛心的 大家一定要小心 那么 耶稣呢 就跟他们讲 谁最伟大 就告诉他们 说你们 如果有人 愿意做那首先的 首先的就是 他的在前面的 那他必做那众人模仿的 到了最后呢 肯定就是在最后 做众人的用人 因为什么 你在前面 大家先做你的用人 那要平仗的嘛 你最后肯定是成最后 你叫别人为你服务 那最后呢 那你要去服务别人嘛 这样才平等嘛 你最后呢 你还得要成为最 最后的 大家应该是 都是在中间的 你跑前面去了 那要平这个仗 那你可能还要最后 平均起来 还是在中间 那么我们做 叫别人为我们服务了 那我们肯定要 服务别人 才能把这个仗还死呀 别人为我们服务 我们不为别人服务 就这么了了 那怎么可能呢 那这个世界就乱了 实际上道理很简单 那么 但是呢 你要仔细的去品位 仔细的去印证 仔细的去思考 那么你使用别人 别人也要使用你 这叫公平 那么于是呢 他又领过一个小孩子来 叫他站在门徒们中间 意思啊 很显然 你们别这个小孩子 比你们小 但是他也在你们中间 和你们一样 都是平等的 就是说 在路上 我们走一个路 这个路只能走一个人 对面走过来 走对头了 过独木桥吧 那小孩子先上去的 那他和大人一样 他有和大人一样的权利 优先先通过 我们要等他 他走的慢 也要等他 因为他小嘛 他走的慢嘛 你不能说 小屁孩 你懂什么 把人家 当然了 你打 他打不过你 用力 他也用不过你 你可以欺负他 但是呢 欺负要付出欺负的代价 所以真正的平等 就是把这个小孩子 当作自己 当作一个成年人 和人一样的 动物去对待 这才叫真正意义上的平等 所以我们现在都不明白了 开奔驰的 骑士 骑宝马的 挣钱多的 骑士 都不懂道理 觉得 叫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发展 还是硬道理 就是什么 一切向前看 那都是 帅气烧 无名 可怜 那么 又把他抱起来 放在那里面 意思呢 你们 作为我的门徒 是成年人 和这个小孩子一样的 不管从哪方面讲 都一样的 那么耶稣呢 又把他抱起来 进一步演练 不光跟你们一样 也跟我一样 我呢 也跟你们一样 实际上耶稣 掩饰的 就是这一个 大家都一样 都是人 哎 你说动物 动物呢 当然 他们进化到人 当然有阶级差别了 那就是说 你还是动物的时候 你还没到人的 这个层次吗 你也到这种动物上 没成功吗 你不能说啊 你 好的坏的都一样 你也就从细菌 一步做成人 不可以的 你那有那一个能量 有那一个 本钱 那有那个资本 所以啊 后得再物 你才有所得 得了以后 你才能 承担去相应的物质 所以你只能去做树啊 做植物 做动物嘛 不是人 只要是人 大家就都一样了 这是没有区别 所以耶稣在这 演示的很 很形象 讲解的也很 这个详尽了 放在你们中间 和你们每个人都一样 他又把他抱起来 你那么和我也一样 反过呢 讲是他抱着我 或者我抱着他 都一样的 那我呢 也是跟大家都一样 这个耶稣 讲自己 跟大家都一样 在后面的 两福音书里头 我们回去 跟大家分享 在这呢 耶稣实际上 也就是这么演示的 就 佛教祖说的 所谓的视线 也是这么视线的 完了以后 他就接着说 那么 犯为我名 接待一个像 这小孩子的 就是接待我 意思是什么 就是愿意去追求 真理真相 追求平等 追求这个世界的真谛的 我的名 就是指这个 真理的名义 接待对待 这个小孩子 就是你能 真理就是平等的 就在 只要是人 在真理的眼里 都在法则的眼里 都一样 没有大小 没有男 没有老少 统统是人 对人 怎么 规则 怎么对人 对每一个人 也是对所有的人 都是这规则 不会说 对 黄种人 这规则 对黑种人 那个规则 对白种人 又那个规则 对东泽人 又有一个规则 不可能 不可能 对一个成年人 又有规则 对小孩子 又有规则 也不可能 对老年人 又是一个规则 那都是不可能的 所以东东都是一样的 这一个呢 大家仔细一想 肯定会想明白 这都没问题 那么接着说 凡是 接待我 那么就是接待我 凡是接待我的 不是接待我 这个我呢 就是指耶稣 接待我的 不是接待我 乃是接待那拆过来的 拆过来的什么 就是自己的神 自己的天赋 那就是真理 那就是 你接待 你 接待 这样一个小孩子 平等对待这个小孩子 那你就是平等对待我 和对待我一样 那么我和小孩子是一样的 反正接待我的 把我也和你 认为和你 跟你一样的 那你其实不是接待我 是接待这个规则 是真诚的 对待这个规则 对在这个真理 在这个规则 在这个福音 在这个道理跟前 愿意去 接受 并且遵守 所谓叫臣服 就是说服从嘛 那么也就是说 拆过来的 拆过来的是谁 就是耶稣的天父 耶稣的神 那么大家都一样 你的神 那么接待别人的神 别人也接待你 大家都一样 都是平等的 那么在这儿 其实也没有什么绕的 大家仔细的就想 就是 凡为了追求真理的名义 以真理的名义 接待这个小孩子的 真理的名 真理的道理 真理人 与真理 去对待这个小孩子的 那就是 接待我 就是与 真理的 这个平等的规则 对待我 接待我的 接受我 把我这平等对待的 不是接受 就是接受这个真理 也就是规则 人人的天父 人人的神 人人的良心良知 都是明白这个规则 所以啊 这方面两个那些 大的必为小的 小的必为大的 在最后的 必为最前的 最前的也必为 成为最后的 就是个窍窍本 你在这个物质世界 追求的多了 占有了更多的物质 实际上我们没法占有 占有更多的物质 只是说啊 我们怎么说 操控了更多的物质 而不是付出劳动 相应符合规则 平等规则的劳动 占有了更多 你占有了整个世界 都没有用 占有多了 你还要管回去 所以我跟一些朋友讲啊 你拥有多家产万贯 家财万贯 几亿 几十亿 几百亿 几万亿 最后最尴尬的时候 就是 守着这几万亿的钱 给谁谁都不要 为什么回家了 大家 自己脑门上就贴着 拥有几万亿 结果给谁谁也不要 没有要的 你说多尴尬 就会后悔 咬牙切齿 滚滚红尘里头 你说何苦呢 弄那几万亿 贴自己脑门上 但是那个时候就晚了 没有后悔要 有后悔要的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还没尝死 昨天以前 我们可以吃后悔要 完了以后回改 改 知道自己错了 改 那才有效 再回去明白了 无效了 道理就这么个道理 你这么多了 天上就少了 老家就少了 老家 这个这个这个 在这边 多了 那老家就少了 在这边少了 那在家里 那自然就多嘛 这才平等嘛 能平等嘛 好 这一节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